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们就来PK一下齿轮轮胎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手上有Leofoto的G3 Leofoto的G4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新的 Marcis 小马路MD4 这三款的齿轮轮胎 所以我们就来稍微PK一下吧 那我有用过Manfrotto的 我觉得很烂 Benro的也很烂 就是那种有握把的三项齿轮轮胎 有点智障 然后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而且还会有点松动 单纯从外包装看 那这个Marcis的只能承重4公斤 这个G3可以承重12公斤 那这个G4最大的可以承重20公斤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自重 就是它本体的云台重量 这个Marcis已经到了751公克了 那这个G3是450克 那这个大的G4只有690克 所以这个Marcis竟然是最重的 我整个问号 但目前看起来这Marcis就很神奇的状态 就是承重最少 但是自重最重 保证卡说明书 没了就是云台啦 一样说明书保证卡跟我们的云台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G3跟G4 其实尺寸大小差蛮多的 看起来超可爱的 那两个快拆板的尺寸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Arca的 那但我们的G4大的 给你一个全尺寸的快拆板 那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快拆板 我所有的摄影器材 我买了超多的这一款LeoPhoto的快拆板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超酷炫的防扭转功能 真的是我超爱 我们晓得G3是没有这个防扭转功能 就稍微有点可惜 哇塞 这个Marcis真的是巨无霸 超重的 盒子里面就只有保证卡跟一根六角拌手 那其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看到这个神奇的Arca版 它是Arca版 哇塞两种尺寸的六角拌手 这什么鬼东西 好那这三款齿轮拌台的大小就长这样了 那我们目前这个Marcis的齿轮拌台 看起来是最高的 就是整体如果放到脚架上 高度是最高的 那第二是G4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G3 那真的 这个超可爱的 那外观设计有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Marcis的底下里面有一个水平仪 可以让你看看你架到脚架上面的水平 而不是上面这一个相机放的位置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 就里面有一个水平仪啦 那我们的G4跟G3 LeoPhoto的部分 是下面是没有任何水平仪的 它只有一个地方有水平仪 就是我们的云台的最上面 就是放相机这里有水平仪 Marcis旁边还有两组的多加的水平仪 就是看你的Tilt跟Roll 这两个轴 哇塞 太多水平仪了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水平仪在这个上面 难怪这么重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测试 那我们现在手上伸出了一个 2.5公斤的一个组合 这真的是巨无霸 你的相机应该是没有到这么重啦 那如果超过这个重量 你就自己去测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伸出一个 有点分量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测试啦 那我们先从最小的LeoPhoto G3开始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What What 什么鬼 哇塞 什么鬼 呵呵呵 哇 这怎么 深 哇塞 这其实 出乎我的意料耶 哇塞 什么鬼 还有一个细节啦 就是它中间脖子比较短 所以我们的最低高度 这个云台的高度也比较矮 所以可能在超低角度拍摄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那我们因为脖子比较短 所以我们的利弊也比较短 所以像这样子疯狂的90度 然后用齿轮云台来做微调调整 其实是蛮轻松的 我们这个肉轴也是顺畅无比 那不用比啦 我们就买这个G3就好了 其他的两个就打包收摊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头重脚轻的状态 然后我们的Pen 还非常滑顺耶 我真的觉得 哇塞 这个G3是不是做太好了 找到一个小小问题 就是我们这整个G3的底座 是比较小 那这个G4的底座 这个底板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连接相机的部分 这一个Pen的旋钮 就稍微有点困难去调整啦 我手上整个都卡在这边 然后有可能还会卡住这样子 虽然它整个是可以这样调整 拉起来调整这个拨杆的位置 但是还是不太好压 除了这个问题 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好啦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我们的G4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咯 G4来咯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90度测试 喔哇 90度测试 好那我可以说 就是我们的G4转起来省力很多 因为可能是旋钮比较大吗 它转起来是轻松非常非常多 这个肉轴的部分调整起来也是非常轻松啊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G3Pen的部分会手卡卡 现在G4整个就是底座比较大 所以这个Pen的锁的旋钮是整个突出来的 所以整个调整是非常顺手轻松的 不会手卡在里面 然后很难转这样子 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 就是Leo Photo不管是G3 G4 它下面的三八分之三孔洞都是有黄铜的这个孔洞材质 那我们可以把它锁超紧 比较不会崩牙啊 因为黄铜这个硬度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小马路的Marsis 它这个底座呢 直接是用它原本这个 不知道这个外面是什么金属材质 但是应该硬度比较软 因为我们下面锁了几次 下面的锁的痕迹都出现了 OK Marsis 来啦 那我们第一个测试一样就是90度的相机齿轮云台的调整 哇塞 这真的是超级轻松耶 这非常非常滑顺 你不知道是怎样 就是我觉得比那个Leo Photo G4 还要更滑顺更轻松 不知道里面是加了什么润滑油还是怎么样 只是整个超滑耶 又发现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这个Marsis的90度 这真的只有90度 它就停住了 但是我们Leo Photo如果90度 你再转 它可以比90度再更低耶 这整个是往下可能已经在25度30度了 这就是多了一点点的角度 多很多很多拍摄的可能 就往前也是一样 就是50度就没有办法再下去了 就是直接卡住了 它没有办法再让你继续转下去了 就好小小细节 那我们的肉轴呢 也是调整起来非常非常轻松 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三个里面调整起来最轻松的一个齿轮云台 这真的不知道加了神秘的配方 让它转起来就是非常滑顺 那经过更长时间的使用之后 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 我刚刚都没有分享到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先从这个Marsis开始 它这个齿轮云台转动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轻松 只需要一根食指就可以这样轻松转动 其他两个是比较扎实 比较黏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两只手指头 或甚至是所有的手指头一起转动 才会比较好转动 那各有缺点 那Marsis側边这个快速调整Tilt的这一个部分 它也可以这样拉起来 快速去调整这个旋钮这个拨杆的位置 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在一些奇怪的角度像这样子 那你在转的时候可能手就会卡到它 那你可以去把它瞧到另外一个位置 来符合你的使用 这个也是在所有的LeoPhoto 这两个LeoPhoto没有办法办到 那这个Marsis还有一个小小细节 我刚刚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少了一个轴的快速调整 G4、G3都有配这个快速的RAW轴调整 那就是看你个人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那我自己是觉得可有可无 有的时候就好用 没有的时候你就说 显速度稍微有点慢 就看个人喜好跟使用需求了 那Marsis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我们齿轮云台 齿轮机构的部分 它都藏在里面 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到任何齿轮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的设计 因为我们的G4跟G3的LeoPhoto 我们从侧边看 就很清楚可以看到有齿轮直接外露 所以你可能在沙或者是风很大的地方 环境不好的时候 灰尘就可以直接进去我们的齿轮部分 那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减少它的寿命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后才会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在整个齿轮云台 齿轮调整的行程之内 Marsis上面你转的行程 整个行程转起来都其实差不了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一样的力气 就可以转动从最下面到最上面转起来都一样 但是这LeoPhoto的部分 我就不知道这是产品的什么神奇的设计吗 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它整个行程一下有的时候比较紧 有的时候又比较松 然后你左边右边就是Tilt跟Role的这两个轴 转起来的松紧其实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快速做个结论吧 到底谁适合买这个Marsis的齿轮云台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便宜啦 它是我们这三个齿轮云台里面最便宜的 第二个可能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它的高度 还有它的重量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它的高度是里面最高的 然后它的重量也是最重的 那它也少了一个Role轴的快速调整 那你如果需要真的需要Role轴的快速调整 我们就来看看LeoPhoto的部分 那么LeoPhoto就是多了这个Role轴的快速调整旋钮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快速调整 那你就只能选LeoPhoto啦 那这个LeoPhoto的G3G4 其实两款是一模一样的 功能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看你的尺寸跟重量的需求 那G3G4这两款 其实只要看我们的整体的云台高度 看你有没有拍摄超低角度的拍摄 那可能就要选G3的部分 那还有我们的重量部分 整体少了300克 300多克啦 那这个G3如果在旅游的时候 你就是想要用齿轮云台 那这可能也会比较适合 那G4这个齿轮云台 就是它的旋钮都比较大 那你调整都可以更细微 去调整那种一咪咪的那种 超级细微的调整 G4会比较适合 那所有的旋钮的位置呢 也都比较分散 所以像我这种超级巨霸的手 我这样子调整都可以轻松的去调整 而不会像G3这样子 哦 绑手绑脚 我手就这样子 哇塞卡住了 OK那之后我们今天 三个齿轮云台的开箱测试 分享影片啦 大家订阅这影片 按个赞 订阅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01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